《新年》 《新年》 弟兄姐妹 新年盟恩 我们来到新的一年 主有一个新的强调给我们 今年的主题是 认识神的圣洁 在我们新年的信息 很慎重的信息里面 请弟兄姐妹 带着祷告的心 同工们也不要太忙 专注神的话 会明白了神的道 才能献上分别为神的服侍 各位可能 在当今教会里面 最被忽视 也最少强调 但是也是最重要的神的属性 就是神的圣洁 我们常常会听到 神是慈爱的 神是爱 神是公正的 我们要给人申冤 神是信实的 祂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但是神是圣洁的 各位世界的人 完全不明白圣洁这个字 然后当今教会信徒 对圣洁的上帝的概念 非常的弱 一般讲到圣洁的时候 可能只有守圣餐的时候 觉得上帝靠近一点 有一种圣洁感 但是一般上 没有这个概念 各位所以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 世人不明白圣洁 为什么教会也不提倡这个圣洁 是不是因为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 没有爱心 没有道德 没有好人 其实如果我们好好看的话 不是 相反的 你看这个世界现在 很多的道德活动 博爱精神 各位 过去八年 我就看过 慈善的捐献 有争无减 每年每年把更多的钱 给这个慈善机构 然后各位如果现在常常到网站去看的时候 有很多的很短的视频 都是在讲人的博爱精神 人的善意 教导人怎么厚道 谦卑 不要轻看人 孝敬父母 然后乐意助人 这等等的这些短片 常常就是在instagram facebook social media 这些东西 好像要教导我们有一些东西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现在流行的大运动 好像这些black lives matter 黑命关天 同性恋运动 我们要接受这些移民的人 家庭生育 家庭计划 女权运动 这些从美国那些卷起的 然后慢慢到整个亚洲 全世界里面 你会发现 有很多这些大型的运动 就卷起来 我们好像感觉到 好像文明发展到一个地步 我们懂得平易近人 我们懂得爱护彼此 人的爱心好像博大精神一样 各位有一点有这样的 我们能够关注 也在乎少数民族 少数人 minority的他们的感受这一切 各位知道吗 其实这些的运动 这些的强调 与神的圣洁是没有关系的 相反的 各位会发现 这些运动隐藏的一个精神 其实是间接的 也要很巧妙 很委婉地取代神的圣洁 各位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神的圣洁呢 要讲的是 神与世人是不一样的 神是分别为圣的 他的慈爱 他的公义 他的良善 是与堕落 离开神的 那个世人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人的文明前进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 要知道的是 我们不是慈爱良善的源头 我们的道德水准再高 我们的法律再好 我们的科学在先进 我们忘了自己是有限的 我们人是欠缺的 我们的心其实是诡诈的 我们的人性其实是丑陋的 我们用很多的包装 很多外表的东西 在外的东西 要告诉世人说 我们人可以 我们的文明可以 我们人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 我们懂得生存 我们懂得爱彼此 各位 其实如果没有上帝 没有人能够生存 没有神的真理的话 我们是无知的 各位明白吗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明白 什么叫做 神是圣的 分别为圣 跟世人 世人的良善 世人的慈爱 完全不一样的 各位 这是我们如果没有发现的东西 世界跟教会混合在一起 你就会看到世界赞美的东西 教会也在赞美 世界提倡的教会也在提倡 教会里面用的很多的方法 讲论的有一些道德观里面 其实没有把圣经里面 圣洁的上帝 圣洁的真理和圣灵的本意带出来 那只有把好像跟世界一样 人能够接受的那种讲法 方法 或者有一些积极的心理学讲出来 这就是教会已经混杂的地方了 所以我们再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教会不喜欢探讨 一个圣洁的上帝 为什么教会很少讲 因为我们的骨子里面知道 我们是凡俗的 We are typical 我们其实跟世人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世人怕的 我们也一样怕 世人喜爱的 我们也一样喜爱 其实我们的骨子里面 我们是喜欢跟世界的人共存 我们是跟这个世界的人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喜欢得到他们的认可 彼此的称赞 各位 其实我们的骨子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发现 已经跟世界混合在一起 所以一听到圣洁这个字 我们没有去好好的思想 好好的去想 到底我圣洁吗 上帝说 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要圣洁 那你们懂什么是圣洁吗 你们懂 只是单单守一个圣日 吃一个圣餐 在教会做一个圣工 那个感觉就是圣洁吗 其实不是 你的理念 你的心怀意念 你的做法 你教会里面做的一切的服事 是不是分别为圣出来的东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说 我是圣洁的 你们要圣洁 不能将我们躲藏 自己躲藏在教会里面 很外在的那种辉煌 服事 我们主日做奉献 做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些都是圣洁的举动 但是一切出自一个分别为圣的心 你的心思怀意念要圣洁 你的服事要不要圣洁 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服事 从各位进来做招待的 各位的圣众 各位坐在这个地方 排上椅子的人 各位带领师哥的人 怎么分别他的心 大家带着分别的心来回应 我们教会里面做行政的东西 我常常跟做行政的弟兄姐妹说 虽然是事物性的东西 但是你们要思想 如果你们做行政的那个心态 跟在世界的人 世界的公司里面做行政是一样的 那有什么圣洁 连我讲道的人 我一直问自己 我预备了再预备 思想了再思想 一致问主主啊 我讲的道是分别为圣 跟世界的人不一样的嘛 如果我讲的就是 你happy 我happy 我们大家一起happy 然后一起开心 不需要更新的话 那有什么圣洁 那你叫一个搞笑的人 叫一个讲积极道理的人 来这个地方讲一样的东西 那有什么意思啊 所以圣殿里面 教会里面 从上到下 每一个的运作 大事小事里面 圣洁的上帝如果运行在其中 我们是怎样做 带着怎样的心态做 怎样的理念做 我们像弟兄姐妹 圣徒怀着怎样的星座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在行事中忘了 我们跟世界在一起六天之后 然后很认真的做工 然后慢慢来到教会随便随便这样 失去那个圣洁感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教会里面很多凡俗的东西 从人的话开始讲凡俗的话 埋怨的话 比较的话 批评的话 很多这些东西在的时候 看到圣徒的时候 没错 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 但是我能够论断他吗 他被上帝圣洁的道得着的 我被上帝的宝血洗净的 我们能够论断彼此吗 各位其实这些东西就证明 我们已经慢慢失去那个圣洁感 世界就是叫我们现在 我们的心跟世界的理念 文化做法慢慢混合起来 然后用一些外在的行善 讲一些我们懂的基督教的字眼 感谢主赞美主这些东西 来遮盖我们里面一切的误会 各位这是我这个礼拜 主在我心中放着的信息 主说我是圣洁的 你们要圣洁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没有一个人能够用他的外表 来欺骗上帝 没有一个人能够用人道 humanism的东西 来取代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真理 我们要清楚认识上帝的圣洁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在认识上帝之前 我们的生命的各种的官能 Every faculty of our life 其实那个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之下 你们知道吗 每一个人 在你还没有认识主之前 你很有道德 你很有礼貌 你很有责任感 你看起来 很有仁德 很有仁道 你们知道那个是什么样式吗 那是鬼的样式来的 那是鬼的样式 其实不是人的样式 所以圣经说 你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鬼的样式来的 但是用人道的样式 很美很高尚的那个样式 彰显出来的 这个世界的敌基督 是这个东西来的 这世界的敌基督 不要以为就是杀人放火 强奸 不是这个东西 就是顺服空中掌权的 只有你重生之后 神说我是圣经的 你们要圣经 不要用你们以前的一套 来到我的圣殿来服侍我 不要用你们的积极 你们在世界里面工作的那种积极 你们靠你们的意志 你们觉得你们意志很强大 来要献上给上帝 来做给上帝 你们不要用那个东西来的 你们要圣化 圣经的 这个东西呢 这次四个礼拜 我们好好想这个东西 各位 一个信徒 一个身在污秽里面的人 如果他真的来到主的面前 他看到的 上帝是圣洁的 他下一句话是什么 他下一句话就是 但我不是 对不对 上帝是圣洁的 但我不是 在这个地方 他完全的卑微自己 之后 他做的才是侍奉 之后他做的 才是献给主的 这个叫圣公 对不对 我们一起明白圣的话 我们大家都翻到以赛亚书 这个可能也是今年的主题经文 在以赛亚书里面呢 记载了很重要的 以赛亚 他看见圣洁的上帝 第六章 第一节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建筑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我圣诞节说什么 他是坐在至高的那个地方 人的肉眼看不到的 只有上帝叫你看到你才能看到的 但是那是事实 实在的现在的光景也是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 各位想想看 他的衣裳 从宝座上垂下在哪里 圣殿在哪里 遮满圣殿 圣殿就是教会的 他的子民的地方 然后其中其上 有撒拉佛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 有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一共几个翅膀 六个翅膀 彼此呼喊说 我们一起读这句话 圣在圣在圣在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者的声音 门框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烟云 各位 何等恐惧战惊的一幕 各位 上帝的圣洁 众天使撒拉佛 他们的赞美 连圣在这个字出来的时候 天上是震动的 在整个属灵世界是震动的 在这个地上没有人管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各位 在这个经文讲的时候 第一句是什么 第一句是 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各位我们先来明白 谁是乌西亚王 各位好好听 乌西亚王 刚才我们读到情经文了 十六岁的时候 他就做犹大王 犹大是一个小国 对不对 南北 以色列分的时候 就犹大一个小国 犹大王十六岁 乌西亚王十六岁做犹大王 圣经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所以神制补他 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 我们看 因为神的赐福 他把菲利斯人 亚拉伯人 全部赶住 甚至他的名声到一个地步 连埃及的国王都会认识 埃及的子民都认识他 因为小小的犹大国 他做王的时候 整个犹大的经济 他挖很多的井 很多的建筑物 开很多的葡萄园 这个就是经济的意思了 各位明白吗 所以整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兴盛 然后他有很多的军队 勇士跟着他 你去看他有很多先进的那些武器 对不对 这个是讲军事的力量 所以政治的力量 经济的力量 军事的力量 这个世界的人都看中的东西 神都加给他 但是在讲这些东西之前说什么 说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他成功之后 圣经怎么说 他心高气傲 行事携币 他干犯耶和华上帝 他怎么干犯耶和华 他去拜偶像吗 不是 不是 他的这个罪是什么 他干犯神 携币的那个地方是什么 就是他的骄傲 他的骄傲是怎样的骄傲 他进去圣殿里面 因为他已经全国上下百姓都尊敬他 祭司也尊敬他 没有一个人不尊敬 他带给整个社会的繁荣 然后这个人他就进去圣殿了 我现在我要给耶和华烧香 做祭司就上帝定分别为圣的亚伦的 他的子孙后代才能做的事情 不管亚伦的子孙怎样软弱 这是上帝分别出来的一群服侍他的子民 所以这群子民呢 只有他们能够烧香献祭的 乌西亚伦我也能做 所以呢 那时候祭司马上拦住他 王阿你再伟大你不能做这事 这是上帝定义分别为圣 只有给某某支派才能做的东西 各位你想想看 好像没什么嘛 王要做什么就要这样做 如果你想现在忽然间 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名望的一个政治家 很成功的一个生意人 他进来教会 主牧师讲得到我也可以讲 来来你们听我讲 那拿圣经出来讲 然后呢自己要讲一套道理 各位的确他在世界很大的贡献 但是你要知道神的道是只有分别为圣的人能够讲的 是只有上帝赐下那个分别为圣的心 是上帝赐的 那个人才能讲的 这个人呢 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他是蝎妒上帝的 他的骄傲 他是用他世界的那个成功来衡量 我现在能够管上帝的事情 做上帝要给祭司的东西做 各位这样的人呢 他要做献祭的时候 祭司 他马上动怒 那时候他的头上呢 马上忽然间出现那个大麻风 以色列人这个大麻风一出现 不管你是王还是子民这个东西 你是要到城外去的 你是要离开圣民 你是不洁净的 对不对 所以他是从那时候去 王啊 麻风病来了 快离开 他很蒙羞了 快离开 但是圣经说什么 他一直到死那天 他再也没有进耶和华的圣殿 与耶和华的圣殿隔绝 各位 换句话说什么 就是他到死那天 他没有悔改 他没有悔改 他的大麻风还在他的身上 带着心高气傲 不服的那个心 就这个东西 各位 一个这么荣耀的君王 他就这样败落 一败涂地 因为他的骄傲 因为他的骄傲呢 叫他轻看上帝分别为圣的东西 人的骄傲 叫他不看重上帝的事 天上的事 属灵的事 轻看这些东西 各位知道吗 这个骄傲的人很奇妙 为什么以赛亚得到这个意象 是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问过 因为这个骄傲的王 他在位的时候 在他之下的那个influence 他的影响力 他的制度 神的话 没有办法临到上帝的教会 上帝的子民 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骄傲的一个君王 领袖 他在带领自己的时候 就很像一个骄傲的 自以为是人意 人道充满的一个教会领袖 他在位的时候 下面的人听不到上帝的话 听不到的 上帝没有停止说话 但是他的骄傲 阻挡了上帝的声音 各位服侍的人 你们要很谨慎 我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不要说 那牧师责任在你 当然责任在我 是靠着神的恩典 那你是做长老的 你是做传道的 你是做小组长的 你做执事的 你们个别都有责任 在你 通过你 这个管道 分别为圣的管道 要带给你下面的人 如果你心高气傲 你开始 你讲得到 你的做法 你强调的 你的眼光 你的心思意念 传下去的 不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 把人带到你面前 不是要夸耀神的恩典 总是夸耀 可能你的口才 你的恩赐 你的什么 你的做法 你的意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发现你下面的人 听不到神的声音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是很慎重的话来的 上帝把属天的奥秘 敞开给先知看 什么意思 所以 乌西亚王 奔了 异象出现 以赛亚看见 天上的幻象 然后现在我们看天上的幻象 天上的幻象 看的时候 很奇特 这荣耀至高至上的那个宝座 最圣洁的那位上帝 坐在那个地方 他的衣裳垂下在圣殿 教会里面没有一样 一个地方是没有他的圣洁 有教会的圣洁 圣殿的圣洁 才能带来整个以色列的圣洁 对不对 教会的圣洁 才能把这个圣洁的福音传去万民 对不对 这个你们明白吗 为什么圣经讲这个 然后在那宝座上的上帝 圣经怎么说 有撒拉佛寺 各位撒拉佛寺 其实可以说 最靠近上帝的天使来的 他们是围绕着上帝的宝座 一边飞翔 一边赞美上帝 各位 最靠近 最荣耀的天使来的 能够最靠近耶和华上帝 对不对 然后他们 这个撒拉佛很奇怪 撒拉佛有六只翅膀 各位六只翅膀 你想为什么上帝造东西六只翅膀 我们一般的只有两只翅膀 那上帝多余的 再造多四只给他们 上帝造东西从来没有多余的 你们看你们身上的器官 你们的肢体 手 脚 器官 哪一个是多余的 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上帝造一定有那个用途的 特别圣经记载六只翅膀的时候 各位注意听 两只翅膀是很简单的 对不对 他们赞美神 然后这六只翅膀都有用到的 两只飞翔 那我们一听就知道 翅膀就是飞翔的嘛 对不对 看飞鸟就知道了 那这个很容易了解 那飞翔就是一直在动的 没有停止的 所以各位 真的有赞美神的天使 不是死的 在那边 然后嘴巴动 他整个的生命有活性 活泼 有动态的 就好像基督徒 他的整个的生活 来赞美上帝 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 有活泼 有动态的 不是只有主日坐在这个地方 你等一下起来要讲话 要接触人 回家要跟家人在一起 你每天很多的事物里面 来赞美上帝 你们明白吗 这个两只翅膀飞翔 然后各位注意听 另外两只翅膀呢 遮脚 遮脚的翅膀呢 各位 脚 是什么地方 各位你的身上 最尊贵的部位是什么 最尊贵的部位是头 脸 对不对 最卑劲的部位是 最低的地方 对 你看人的身体也是 从上到下 然后走路 在这个地上最肮脏的地方 就是用脚 用脚走的 各位你拍照的时候 有哪一个人拍脚的 拍照的人都是拍这样的 对不对 你们拍我的时候 如果只能拍这样 那拍哪里 拍头 不要拍身体 头最荣耀 拍脚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最近instagram 有些人喜欢拍脚 我不懂什么时代来到 奇怪的东西 拍头 最卑贱的脚呢 在荣耀的神面前 遮住 各位很奇妙 对不对 摩西到了和列山 靠近那燃烧的经济中 神说什么 停止 把脚上的鞋脱下 因为你站着的地方是圣地 为什么那个地这样特别啊 不是那个地特别 是上帝现在在这个地方 要与你相会的 圣洁的上帝在的地方 脱下你的鞋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 所以遮脚的天使了 那OK 这个我们也明白了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又有遮脸 另外两只翅膀又要遮脸 刚才牧师 你不是说脸是最荣耀的吗 天使 沙拉佛赞美上帝 哈利路亚 对不对 我这个脸出来看 很好嘛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天使是没有罪的 没有罪性 我们人有罪性 我们不能面对神 我面对看到的话 马上会死的 我们这个不圣洁的 天使是没有罪的 为什么不能看呢 各位注意听 天使即便没有罪 但是他们是跟上帝是不一样的 你们听得懂吗 即便是没有罪的身体 他们的荣耀也不能与上帝的荣耀相比 上帝是跟人跟所有的天使被造物是不一样的 所以连这个没有罪的天使 他们都要卑微自己 在耶和华的荣耀面前遮脸 各位你明白这些话的用意吗 那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飞翔 信徒要活泼 生活中赞美神 折脚 各位 为什么 各位来到教会不穿短裤 当然有些人穿短裤 对不对 但是牧师家也强调一下 各位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穿的体面 你把最荣耀的样式 对不对 我们姐妹们也打扮 不是因为爱美 当然爱美也是天性 但是你打扮是什么 因为你要见到圣洁的神 也要见到圣徒 各位这个是一个 对不对 我们这样做 为什么 你自己好像有 有一点瑕疵的地方 遮住的理由是什么 不是夸耀自己 是我们心中对上帝的 那个圣洁的赞叹 然后各位 为什么遮脸 各位就算你很漂亮 你很美 你歌声也很好 你恩赐也很多 请你献出 遮脸的服饰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遮脸的服饰 我们讲道的人 遮脸 不是要夸耀自己的口茶 自己的本领 不是这个东西 就是把神的道讲出来 谦卑的 靠着神给的权柄讲出来 我们带领敬拜 赞美的教会 现在很多整天就是在上面 摇啊哭啊什么了 就是好像只有把自己的心情 感受带出来 你没有遮脸 你把全部的关注 叫人关注在你的身上 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你要遮脸的服饰 你们明白吗 遮脸的服饰 各种的服饰 有时候我们没有遮脸 我没有遮脸的时候 你这样 你服饰好的时候 哇 人称赞 你就要听人的称赞很开心 你服饰的不好的时候 那个时候整个人很垂上 哎呀 今天做的不好 今天唱的不好 各位 你们没有遮脸 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为什么教会的服饰里面 污秽 很多人 就是争先恐后 比较 然后怎样 各位因为没有遮脸 我跟各位说 连这么圣洁的天使 他们都这样做 遮住自己 所以我们有罪的人 很多时候不懂得遮盖自己 不懂得用飞翔的 活泼的 还有什么 遮住自己丑陋的 然后但是也遮住自己的脸 自己的骄傲 遮住这个地方 然后来这样侍奉神 各位弟兄姐妹 然后现在 圣经怎么说 这群天使呢 就飞在上帝的面前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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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们没有想象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唱出这个东西之前 前面要讲到一个这么伟大的君王 前面要讲到这么荣耀的天使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即便你人再伟大 即便天使再荣耀 跟这位上帝是不足于相比的 因为神是圣经 圣在圣在圣 圣经里面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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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第三个基督讲三次 圣经从来没有讲慈爱慈爱慈爱 公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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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过这个东西 对不对 天使没有这样赞美 第一个最重要的属性 是他的圣洁 他的圣洁 因为圣洁告诉我们什么 他是圣的 他跟所有都不一样的 就算你讲公义 OK 你讲慈爱 但是如果你拿掉圣洁的话 上帝的慈爱 就跟世界的人的慈爱 是一样的 你拿掉公义 上帝的公义就好像 跟这个世界的法官 这个世界的道德理念 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这个人本主义 教会里面讲人的东西 积极心理学的东西 人的道德 我们要在乎少数民族 Black lives 同性恋他们是少数的 然后给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多 你们明白吗 这个就是撒旦很潜在的工作 用人道 不是用这个世界的人 看成那种罪犯罪恶 很可恶的 用人道 你们都很喜欢的 平易近人的 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 如果不是来自神的 你们不要高举他 你们不要学他 不要把那些东西带来教会里面 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之间有时候有软弱 有时候有挣扎 但是每一个人挣扎之后 心里面自己责备自己 被圣灵责备 然后之后回来 学习什么爱彼此 不是用一个表面的东西 很礼貌我们大家这样对彼此 心里面都不在乎彼此 不是真心爱彼此 心里面有仇恨 比较妒忌 就一直收住很多年 各位 这个是假的东西来的 假的 要把真的东西 被上帝圣化的器皿 因为他是圣洁的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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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is different from everyone 所有的被造物 不一样 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读下去 就是 因为 我的医生 很多时候夸耀自己的能力 夸耀自己的方法 夸耀自己的口才 很多时候 好像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做我的意志 很多时候 可能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是这样做的 我懂这个方法一定行得通 我来到教会 我要用这个 我用我的意志 一定行得通 其实我只是把我的东西 要呈现给神 但是神未必接受 因为你在这个世界学的那一套东西 你一定要经过圣化 才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 他的本质跟我们不一样 他的属性跟我们不一样 他的能力跟我们不一样 他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 了解这个东西之后 我心里面恐惧占尽 我有一天我知道 教会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如果我没有把圣洁的神 圣洁的上帝 他圣洁的荣耀带出来 我问我自己 我旁边的人会信吗 我的孩子有一天我会说 你服侍主 他不会服侍的 你为什么不服侍啊 你看我们应该服侍主啊 都一样嘛 世界做工教会做工 教会做工更麻烦 世界做工更好 我以前教会的 有一个牧师 我认识 他的孩子呢 也是很接触 但是他的孩子 绝对不要做牧师 他的孩子说 做长老给他 我不是说长老不好 但是他的观念是什么 他的观念是 在教会做全职的 可以世界做工 教会做牧师是全职的 全职做工 刚好我们的长老都是全职的 你们很奇妙对不对 但是他的观念是这个 在教会做全职的工作 辛苦 看人脸色 很麻烦 这个东西 我在教会外面赚钱 带回来奉献给教会 也是一样啊 各位你问 如果你看到的是圣工 圣洁的工作 你会这样想吗 你是心里面 巴不得 有一点点给我都可以 一点点 我不用上台 一点点 能够做立威主 一点点都好 但是已经 都是人本的东西 看不到不一样 眼睛看的时候也是都一样 所以怪不得 没有圣工感 所以已经就变成 就教会里面 最差的来做圣工 圣工是随便做 太麻烦 随便做 对不对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都从我们 从认识神的圣洁的那个事情上出现问题 下来传给你下一代的人 都是这个样子了 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特别讲 我为什么牧师每一次 在讲这个圣洁的神的时候呢 我就咬牙切齿的 这么圣洁的上帝 你随便讲解他 随便认识他 随便呼求他 然后这个上帝 就好像来给你解忧 给你财富 给你递上一些成功 这样来讲解这位上帝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褻妒上帝的 褻妒圣洁的上帝 对不对 所以我每次说教会里面 最糟糕最糟糕的东西 就是没有把圣洁的上帝讲出来 叫所有来教会的人 就觉得他跟好像寺庙的偶像 是差不多一样 虽然他的名叫耶稣 但是你敬拜他的整个的心态 呼求他的整个的精神 差不多一样 那是谁带来的 从讲台带来的东西 从弟兄姐妹领袖们 他的做法 因为弟兄姐妹看 差不多一样 你也是做事情的东西 而做事情而已 不是真正一个荣耀的心 爱圣民的心 有仰望上帝的心 来做出来 分别为圣的一个服饰 有弟兄姐妹感觉到不一样 我要做劝职工人 我怕不得能做执事 长老 能做牧师 怕不得 如果主用我的话 各位明白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们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 你们哪一个人能占你的主 哪一个人 我就看到这个圣灾圣灾的时候 天使全部遮住自己的时候 我下面要看的是什么 第五节你们看 下面我看下去的时候 那时我说 以赛亚说什么 火载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 由于撒拉佛那个时候 就飞到我的庚前 手里拿着红炭 是用火箭 火箭从坛上取下来的 将这个坛沾我的口 你们想想看 但是他说 看哪 这坛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第八节我们一起读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浅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就看下去的时候 吓了一跳 因为天使讲圣灾的时候 以赛亚说什么 火载 我灭亡了 各位 要不是上帝的圣洁 你看到 你没有发现 你的污秽 你的丑陋 你们听得懂吗 上帝的圣洁 照耀的时候 你才真正的看到 自己是应该死的 应该受咒主的 以赛亚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这个圣 这个字 好像只有变成一种感叹词 我知道上帝是圣洁的 牧师也差不多圣洁了 我差不多做好就好了 各位 No 这里没有讲 先知 牧师 圣徒 我们都是圣徒 对不对 但是这里讲的一个东西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又看到圣洁的上帝的时候 各位马上 各位 你的整个的生命的光景是怎样 你的心思意念 整个的扎心在你里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注意听我现在讲 我们对圣洁如果还不明白 如果今天你看到这段经文 你问 我们在教会做的哪一个东西是特别神圣的 比如说圣餐 对不对 我们从今年开始每个月要 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要守圣餐 圣餐圣洁的 但是随便吃随便喝 不管自己心里的罪 也不省茶 吃喝就是这样做 我们已经习惯了 教会已经习惯这样做了 但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保罗说什么 你们当中没有省茶的 你们吃喝自己的罪 在守圣餐的时候 妒忌彼此 讨厌彼此 守圣餐的时候 自己的整个的虚荣 有些是活在罪里面 也不管这个东西 就吃了 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圣经说 你们有一些病了 死的也不少 有没有 在那个神圣的圣餐 甚至 神的同在 圣洁的神在的时候 随便吃 甚至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都这样倒闭了 所以我说 这个时代的一个斜壁在哪里 这时代的斜壁是 连有一些教会 你要身体得医治 你要什么安康 什么 在家里守圣餐 你把圣餐当作一种 得到地上的祝福的一种途径 不是面对神圣的神 被他光照 这个是一种亵渎来的 我甚至认为是这样 所以很多做释放医治的教会 全部相信这个东西 我绝对不相信这个 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讲 你守圣餐什么 身体得医治 你会得医治 是你来到神圣的神面前 你知罪悔改 你省察你自己的罪 对不对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叫什么 今天叫圣日 上帝把安息日分为圣日 所以各位来圣日的时候的 那个心预备 可能在家骂了孩子 我也以前有过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主日要讲道 你们想生气 愤怒 然后要讲道 我跟你讲 来的时候我心里被火烧了 不是因为我发脾气 因为你们常常都发脾气 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每天拜一到拜五都发脾气 但是圣日的时候 你这样做 然后你要分别为圣 所以很辛苦 但是神怜悯 这个器皿 因为这个心 会看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 在家里面讲了很多的话 整个的整个忧愁的那个东西 不能带到主的圣殿 不能带到主面前 各位了解吗 所以神才会恩高这个传道人 这个心灵里面 常常注重上帝的圣洁 所以你们看牧师就这样讲道 很简单这样 其实不是的 有些人说 为什么人家唱诗完 你才出来做着这个地方 你们知道吗 因为要讲道的人要分别为圣 很多的杂念 连看到弟兄姐妹 看到 然后 要讲一讲话 不可以 心灵里面是 因为一下子 整个的关注在人的身上 你们明白吗 不是你吃得饱饱 讲一大堆世界的话 然后来这边 来讲几句话 已经讲到很熟悉了 这个 不是这样的 我讲了几千篇到了 到现在还是这样 分别为圣讲的 所以这个神的仆人 才不会像乌西亚王这样 你们明白吗 你要不像 每个人都是罪人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像乌西亚王 每个人成功了都会骄傲的 只有你分别为圣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你怎么分别为圣 如果神没有使你成为圣 你怎么分别为圣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注意听我现在要讲的 很重要的话 你要分别为圣 不是你要就可以的 不是你要就可以的 因为你本身里面没有圣 你怎么分别 所以刚刚以赛亚讲 我灭亡的时候很奇妙的 他知罪了 谁饶恕他 谁赦免他 谁使他圣洁 各位注意听 天使在祭坛 各位你们注意听 现在天使是在宝座 宝座跟祭坛 宝座前有祭坛 你们看旧约的圣殿 你们就会知道 祭坛献祭的地方 跟神的宝座是不一样的地方 宝座是上帝的荣耀在的地方 圣洁在的地方 没有人能够靠近的 连天使要遮连的 在这个宝座面前 所以宝座是要给上帝的 只有祂配得坐在至高的那个地方 但是祭坛是给谁的 祭坛是给你和我的 祭坛的那个炭 红炭烧到什么地步 烧到圣洁的天使来的时候 他不是用手拿 他是用tonges 用剑 拿 你们明白这个 为什么 圣经要讲的是什么 那个红炭烧到极点 这么蒙烈的那个红炭 讲的是什么 那就是上帝的审判 那个就是上帝的审判 对一切误会有罪的审判 谁在那边受审判 回答我 谁在那边受审判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 虽然这个是旧约 对不对 但是其实要讲的 就是有一个担当世人的罪恶的 担当世人一切的不圣洁的 全部的误会罪恶放在他的身上 所以那个地狱的火这么猛的 那个东西就烧在那个祭坛 所以那个炭变成这么红 就是你我的罪 他在那个地方担当 然后天使用剑拿的时候 很奇妙 我就不敢相信 如果现在上帝把那个炭放在你的嘴巴 但是放的时候 那个嘴唇是最敏感的地方 你烧也烧人这边 烧 下去的时候 以撒亚没有被烧死 他也没有感觉到痛 很奇妙 对不对 因为那个罪已经担当了 你们听得懂吗 那个罪已经担当了 注意听下去 因为那个罪已经担当了 那个红炭没有把它烧死 但是从那时候起 以撒亚的嘴巴 他的心已经不一样了 分别为圣 你们听得懂吗 已经分别为圣 这个不是 噢 动了 我没事 哈利路亚我没有罪了 然后过自己的生活 No 动了之后 没死 他的整个的生命分别为圣 所以从那时候起 他没有办法再为世界活 没有办法再接受这个世界的人道 世界的方法 目的 以世界的成功为满足 从那时候起 没有办法 要得人的称赞 不是这个 已经没有办法 所以那时候 马上下一句话出来 谁要为我们去呢 上帝的声音 谁要为我们 谁要传神的话呢 为我传神的话 谁 以赛亚说 我在这里 各位 从那时候起 他才成为上帝 分别为圣的先知 你们知道吗 各位 你们做圣工难道这样简单 带一个小组这么简单吗 各位 如果今天读了这个东西之后 你们回去没有晕倒三天 回来再起来带小组 我觉得你们就是听不懂了 这个东西是 我这样讲好吗 一个人的生命怎么被分别 我讲一个例子你们会懂 我们慧君传道 你看他在里面帮我翻译 我终于认识他 终于认识他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哭 我就 一辈子 我就看过他生气了 看他生气比较多 看他哭 从来 就好像一两次 你想 我终于认识他 到他现在 我就看过他一两次 有一次最明显的现象 他没有想要哭的 是什么时候 你们还记得吗 有些人忘记了 就是他被案例成为传道那天 那天我们在一个营会 那时候圣灵感动我 一一的把他应该成为上帝的使女 成为传道的那个东西 我就一句一句念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主人牧师 李牧师在旁边 然后我们几个人要给他案例的时候 他就走出来 然后我讲完之后叫他走出来 我以为他要分享什么东西 从那时候他就开始哭了 然后我从来没有看过 慧君传道的这个样子 他下去的时候 那时候成绩还没有跟他结婚 然后他下去的时候 他真的丢脸 为什么上去不能控制那个东西 但是很奇妙的圣灵感动他 那时候他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传道 从那时候起 他分享信息的时候 不一样的 以前他分享是 讲神 是分享 以前是分享 从那时候起 很奇妙 神圣的灵分别他出来 他就翻开神的话的时候 你听的时候 你会知道他是讲神的话 你们听得懂吗 我不懂怎么讲 以前是分享 好像分享会这样 神在我身上 有一天开始 他翻开圣经的时候是这样 经过分别回圣的时候 他讲神的话 对我来讲 有一天 我以前也是青年领袖 教会搞活动 什么 年轻人带领 什么 有一天我站在台上 跟那时候 我的牧师一起 帮他翻译的时候 翻译 还没有讲到 单单翻译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时候他讲的一句话 我要翻译出来 各位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已经随便讲神话 有些人随便翻开 讲自己的道 我要翻译一句上帝的话 很奇妙 在众人面前 要讲出来的时候 很奇妙的 那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个台上这个地方 不是随便站的东西 这个神的话 不是随便讲的东西 连翻译也不是随便翻译的 所以各位 我对翻译很讲究的 你们知道吗 我已经传到 在翻译的时候 有一次他说 牧师 你可以教很多人 教很多人有恩赐 可以翻译 我说 No 我选翻译人 是一定有分别为圣国的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因为他对神的道的执着迫切 他在把那句话讲出来的时候 他的心 如果没有的话 当然英文好这样翻译 中文好这样翻译 是不行的 你们听得懂吗 我要讲的圣洁是这个东西 我不懂怎么讲出来这个 但是你们会明白 我今天时间不够 没有办法一一 每一样东西要讲的这个东西 但是我几个例子 让你们知道 你们就会明白 以赛亚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 我相信我们长老们 我们知识们 你们自己 你看 我们长老们 一定是有分别为圣 如果没有分别为圣 他们下面的服饰 你们 你们就会感觉得到 好像人的东西 好像他在公司里面做工一样 可能做manager 他在教会 也是好像做manager 好像是这样 你就感觉不到分别为圣 各位 这些东西是你们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你会感觉得到 你靠近他们的时候 你会懂 他们的理念 他们关注的地方在哪里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每一个被案例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 每一个被案例的都这样 或者说你曾经被分别了 你被案例成为知识 那时候你真的心里面很迫切 我一生要服侍主 我不管是 这个是教会的东西最重要 但是呢 可能在这个地上 有很多混杂的东西 然后你也少听到神的道 很少被神的道得着 只有施工忙 该做的做 面对人 然后慢慢你发现 你起初的那个 分别你的那个生命 已经削弱 我不能说离开 神分别的人已经分别了 但是削弱 削弱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没讲的话 做的事 你的看眼光 都好像一样 然后每次你做这些东西 事丰的时候不喜乐 就是说 忙完了 累 为什么我做这样辛苦 别人没有做 他这样的心来的时候呢 你一定明白 神的分别没有离开 但是你的那个分别为圣的心 已经削弱 你要回到主的面前 那起初呼召你的 祂是圣洁的 你要圣洁 很重要的话 那有些其他弟兄姐妹 牧师我今天我没有什么服侍 没有做什么圣工 弟兄姐妹 无论怎样 我们都来到神的圣所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守圣日 这安息日 这安息日 弟兄姐妹 各位走进来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 我是有这个矛盾 不要 不要 就是给各位 一个律法 两个律法 这样 这样不是 我教各位 出自各位的内心 来到主的教会 预备你的心 我们今天开始也 一样 我们三个 三个地方这样预备 我顺便讲这个东西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圣所的时候 各位分别为圣做崇拜 你的心 你的心得意志 有一些人分别为圣 做了崇拜之后 你不能留在你的自怜里面 你们听得懂吗 你神的道来的时候 光照你 我是上帝的圣民 我是被祂中价买回来的 你的罪被饶恕 再次被祂怜悯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来到圣殿的时候 不是随便做崇拜的 你的心 一直受伤的那个地方 其实你发现 这个东西是 我被受伤是会有 但是我一直留住那个受伤的 这个东西是不圣结的 你们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不能让他留住的 马上上帝的圣火就把它烧掉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不要献烦火 你们懂烦火是什么 亚伦的儿子献烦火 马上死掉了 后继无人 也没有孩子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读到 献圣火 圣火燃烧你们 你们听了 心里分别 来之前已经预备好 各位准时到 我们现在还是九点半的时间 还是在调整 各位准时到 然后现在我们三个地方 我昨天英文崇拜的时候 我顺便讲这个东西 我们后面那个门 每次出去的时候 然后 这个东西 其实我听了一年了很不舒服 因为我很少坐在后面 自从这个Covid来的时候 我坐后面 有一次我英文崇拜的时候 我站在那个地方 每一个人 出去 出去 我在那边听 我坐了二十多次 但是每一个出去的人 进来的人还是一样 我就问主 主啊 他们没有感觉这个是圣所 传道在前面讲道 做牧师的 现在把牧师的那个位分放下 做看门的 把这个门这样放 大家出去 这样的东西 各位我很少讲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讲这个的时候 我想给各位一个感觉 我不是只有讲 大家只有坐那个 也就不对了 对不对 那个东西是 其实有一个感觉 来到圣所 怎么出去 放 然后出去 进 进来 对不对 其实我 顺便我要讲 各位我们这个前门 后门 各位调整一下好吗 有时这个前门出去 我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距离什么 这个不能cross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调整一下 可以的话 大家要 没有办法 各位有一些人 因为有一些情况 一定要出去上一下厕所 还是什么 可以的话各位从后面出去 不要从这个地方 这里有钢琴 这里有讲道 这里 悄悄的出去再进来 走过人 咖啡店也是走过人 不会影响的 所以这个我们这样祷告 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是整个崇拜 一直在祷告 主啊 到底 我们 做的每一样细节里面 我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圣洁的东西 还是我们考虑别的东西先 我们先考虑圣洁的东西 然后其他的东西我们再调整 这个是优先程序 愿主教导我们每个人 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讲 等下十一点半大家其他要来了 如果有其他的东西 我等一下再讲那篇道 愿主祝福大家 好吗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 今天主用你的道交灌我们 也主的圣洁光照我们 使我们认识神你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圣洁 主我们能圣洁吗 乃是主先担当了我们的罪 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的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每一位 每一位站在你面前服侍的 每一位进到你的圣所敬拜的 使我们恐惧战惊 做成得救的功 感谢主 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感谢主 优优独播